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个神的话语 你健不健康 让我们自我检讨 我们是健康的吗 在今天的经文呢 说我们的灵跟魂与身体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但愿这是神能赐我们今天的福 但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 都能够保守健康 在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 相信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况 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关注 我们如果发烧的话 我们会洗手 或者怎么样保存更加健康的状况 我们会比较担心关于健康 不仅是在这个时期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 自从人类的堕落 人都是在打仗 关于堕落之后的病 就是罪和死亡的病 那这样的病呢 死亡跟罪的病呢 一直是在影响人类 那每一个人类生存在的世界都会有某种病 有时候在非常严重的病呢 是让我们来会死亡的 那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属灵的健康跟生属灵的病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属灵的病呢 就是病死 可是这样病的代价呢 就是要下入地狱 永恒的地狱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思念中 我们的感受中 或者我们的思想中的一些病 有一些人是有忧郁症啊 还是起这样的不一样的 这个属灵或属魂的病 如果我们如今有这样的病 但愿神能够赐我们的恢复 能够给我们一个医治 通过祂的话语跟圣灵 或者圣灵 或者运用在我们周遭的药 或者医生 能够让我们能够痊愈 那今天我们想要 思念的是关于属灵的健康 撒旦最终的目标呢 就是想要把我们摧毁 所以它是通过 我们的肉体的软弱 我们肉体的软弱 来攻击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 那我们要保存自己的健康 那就是 我们的灵魂若健康的话 身体也自动健康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是新胜身体健壮 如同你的灵是健康 你的灵魂新胜一样 所以你的灵新胜 让你的身体和所有外在的 都一定能够发达 能够新胜 那 所以最重要的健康 是我们的灵魂的健康 因为这个能够最终 阻挡 阻挡我们身体上的健康 不代表因为现在你在享受生活 我现在很快乐 代表我的灵魂是健康 而且是这个兴旺的 那同样的有时候 你可能身体上有病痛 那你现在在经过苦难 经过苦难 因为可能是有贫穷 或财政上的问题 或其他的问题 因为有这样的身体上的病痛 或问题 我们就开始更加虔诚的 祈祷 那我们放弃了 世上的一些享受 我们更加专注神的话语 我们更加专心的祈祷 我们更亲近神的话 那么 这样我们的健康 我们灵魂的状况 其实是比那一些 在享受生活的更加健康 那些享受生活的 可能是在属灵的角度 变成顿了 所以我们说 有时候我们这一些苦难呢 是神在训练我们 锻炼我们 如同在旷野路途的锻炼 使徒保罗说 我们现在的身体 现在在苦难 可是我们的灵魂 就是翻新再次的得生病 所以我现在祈祷 就算你现在是在 经过苦难 你生病 但愿你的灵魂 能够更加健康 能够更加的 能够复活 一日一日比 更加健康 那耶稣 父子在说话 我给一个比喻 儿子问爸爸 你爱我吗 爸爸 爸爸说 是啊 儿子我爱你 那儿子问 那你要我快乐吗 父亲回答 当然我要 那儿子说 那为什么 你不让我吃甜品 不让我吃糖果 为什么不让我玩这个游戏 电脑游戏 或看电视 因为这些事情 让我能快乐 那父亲怎么说呢 儿子 我不让你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关心你 我要你健康 我要你快乐 那 这个儿子说 什么 我不理解 头脑里面有问号 那你应该知道 这父亲跟这儿子 应该是指谁 这个是我们 与天上父的一个 对话 父亲 为什么你不赐福给我呢 你不要我快乐吗 因为我要这 所有这一些 你能赐给我的福 我才能够快乐 我就是要现在这样 能够健康 所以我能赚这么多钱 我要你回答我 这个某某某某的 这个祈祷 可是神说 我不现在赐你这一些答案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知道 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需要 在灵魂上健康的是什么 所以如今我们要 检讨一下 几个要点 就是我们在判断 而且我们在怎么样 判断我们现在的 肉体的健康状况 我们现在要同样的看一下 判断一下 我们的属灵状况是如何 那第一点呢是 属灵生病的一些病态 我们属灵生病的一些病态 一些症状 症状 第一个症状呢 就是没有胃口 那有时呢 有些人是生病的 也不会没有胃口 这是很好 特别是像小孩子 小孩子生病的时候呢 有时候发烧呢 还是能够有这个胃口吃东西 因为吃东西能够允许他们 能够让他们更快的康复 可是在平常的这个状况下 当我们非常生病 我们病得很重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胃口的 同样的 我们属灵的状况也是一样 属灵的病 就是当我们属灵 有生病的时候 是我们属灵呢 也是没胃口吃神的话语 我们的心态 那我们的状况和端于我们的观点 关于怎么崇拜神会改变 那第一个能够观察到这个状况 这个征兆的 征兆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要来到这个会堂 到教会 是你自己要走 虽然你的肉体走到你的电话 或者你的电脑前 开始在上线的崇拜 可是你心中没有任何的兴趣 我们基督徒的中心点 就是要崇拜神 但因为我们生病的时候 属灵生病的时候 当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其实是 就是听不尽 心不在焉 或者非常想睡觉 从左耳进了右耳出 我这么可以这么样说 因为我现在在这个路上 这个步道的时候 没人在场 如果我是现场在步道的话 有时候睡着的一些会众 可能会冒犯了他 你可以观察到 你观察自己 当神的话语进入你的时候 你需要静坐四十分钟 一个小时 你当然会想睡觉 可是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是不可能痊愈 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的灵就没有在吃 我们不能吃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有力气站起来 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呢 凭你只是坐在 这个崇拜会上的这个情景 当然是比你没有参加 崇拜会更好 可是如果你坐在当场 可是你没有在接受神的话语 这是一个问题 在圣经中 所有的这些主要人物呢 他们生存的主要原因 就是为了神的话语 就是要分享神的话语 耶稣下来到世界 前程的做一个基督徒三四十年了 可是神的话语没有继续滋润你的话 有一日 碰 你就会跌倒 如果我们停止吃 我们也是会病倒 会跌倒 我们身体会垮 第二个症状 就是不能消化 不能消化 不能消化呢叫消化不良 意思是吃了消化不良 你觉得非常胀 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 那第一个症状呢 这个 我们在世上的肉体上的 很多不同的病的 第一个症状 就是消化不良 如同属灵呢 你听了神的话语 如果你能真正的吸收 真的接受 真的消化的话呢 第一个 第一个行动应该是悔改 和第二个感恩 当我们被神的话语 祝福的话 我们就悔改 我们就感恩 我们更加能亲近神 这是正确的消化 属灵的消化神的话语 每一周 你是不是渴望听神的话语 你听到神的话语 你有没有得福 你听到神的话语 有没有在你心中 给你营养 给你力量 能够让你撑住再一个礼拜 它能使你悔改吗 这个就是福 那很奇妙的神的话语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心中听的同样的话语 可是都是能够 都是能够好像量身定做 医治自己 每一个人 神的话语 能够每一个人 都能够量身 治 这个医治 每一个人的病 这个就是 正确的消化 神的话语 可是有一些人吃了神的话语 就吐出来了 呕吐出来 那就是说或者你吃了 你的肠胃 不能够吸收 这个精华 或营养 所以就 泻肚子泻出来了 树林也同样的 有些人听了神的话语 吃进去了 可是没有在生命中 又做了任何好处 或好的一个后果 反而呢 有更多的挫折 更多问题出现 所以当我们吃神的话语 我们要记得 不能够停留在我们头中的 这个智慧 或知识 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 只当知识的话 下一次再听到同样的 这个重点 或者这个步道的重点 我们就会 关闭自己的心或耳朵 我之前谈的 神的话语 听起来好像是 同样的经文 同样的 这个内容 可是这是神的话语 是活的 活生生的 神的灵 赐给每一个听众 是在不一样的吸收 那同样 神的话语是活的 是有活灵的 同样的经文 在每一个不同听众的心中 是有不一样的果实会结出来 所以 我们也要理解 我们不能只是拣选 我想吃的 那我喜欢吃的 那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 你要吃青菜 你要吃淀粉 你要吃肉 你要吃 这些 嗯 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 有蛋白质的 矿物质的一个预餐 有时候呢 属灵 有一些人只是喜欢听 我喜欢听的 那不喜欢听的 我拒绝 那属灵的状况 这样的这个营养呢 其实是一点也不均匀 那就是说你的属灵生活呢 就不健康 这些人读经听神的话语 可是生命没有改变 如果他们没吸收 没有消化 好好的消化神的话语 虽然听了 听了好多年 你还 呃 做笔记 把笔记 用电脑写出来 可是有些事情 在生命中 没有发生的 就是你 没有 好好的吸收 如果你还是心中 有恨 有嫉妒 有 呃 挣扎 跟别人的争论 如果 如果 我们吃了 我们没运动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如果 吃了不运动 没有任何行动 我们就会变胖 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病痛 像 高血压啦 呃 胆固醇高啊 血糖高啊 所以 神的话语 进来的时候呢 要好好的 这个结果 通过 传福音 通过 祈祷 我们的手跟脚 需要动 我们需要 传福音 我们需要 侍奉神 神 我们如果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好好的 啊 消化 属灵的道的话 像如同我们小孩子 他们吃了 就马上就开始动了 对吗 跑来跑去 我不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会员 不够不足够 侍奉神的这个这个人头 而是为了我们的 属灵的健康状况来测试自己 我们 我们保 我们吸收了神的话语 我们能够传福音 这就是神的力量 就开动了 当我们 有行动 当我们出去 当我们 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有行动来证明 这就是说 神的威力开始展现 我们不能够现在 就是说现场的 这个崇拜 我最想念的呢 就是一起祈祷 一起歌颂神 我们一起祈祷的时候 群体祈祷是有力量 我知道我们大家 在属灵中 都是同心协力在一起的 祈祷 可是当我们一起 接受神的话语 然后我们燃烧心中的火 一起出去的时候 发动的时候 这是有威力的 我们要一起这样做 当然我们也要烤肉了 这是外在的这个火花 那我们的工作 这三样不同的这个东西 一起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神 就会做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 通过我们 那第二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哪一些坏习惯 是使到我们属灵生病的 其实是有两点 我们谈两个症状 因为没够时间 我们是直接跑到第二个症状 对不起 第二大点 就是有怎么样的这个坏习惯 使到我们属灵生病呢 有些人有时候 他们自称为有好的信心 他们是这个很长久的基督徒 他们可能是牧师 还是能够跌倒 还是能够放弃 可是我们就讲 啊怎么可能 可是亲近他们的 他们都说 其实我们最害怕 最担心的 其实就发生了 换句话说 当你看到一棵大树 坠下的时候 你看这棵树 树根 或者已经干了 没有够力量了 或者 或者在树干 它的主干呢 已经被一些 虫啊 吃空了它的中心 所以 虽然 我们在外在 我们展现的一面 其实是不重要的 是我们内在的灵 魂的状况才是重要 那 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坏习惯 使到我们能属灵生病呢 第一 不怕犯罪 刚开始 我们知道 我们开始认识 耶稣基督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罪 我们犯下的罪 多害怕 好害怕 我们就想 离开罪 可是现在 我们问自己 小小的罪 我们说 啊 没关系的 我们自己 自己做借口 有时候 我们在YouTube 可以看到很多人 在吃很多 这个油腻的食物啊 可能吃20个汉堡包 这样的这种 猛棒 这些人 我们就说 这些人不怕死啊 不怕他们健康嘛 垮了 那属灵同样的 我们 没有想出去 没有羞耻 我们要有一颗 害怕犯罪的心 因为在神的眼中 没大罪或小罪 罪就是罪 罪呢 就会避免你进入 进入天国 撒旦呢 使到我们变成耳朵盾了 会变心盾了 他让我们 给借口 那最大的借口是什么呢 只是这一次 就是这最后一次 那这一次 这最后一次 可能会让我们带入 进入地狱 为什么很多人 为什么不成功的 这个结实或变瘦呢 减肥减肥呢 因为他说 就是 就是再大吃一餐吧 最后一次 帖上罗尼加前书 五章二十二节 我读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不要藐视神的话语 二十一节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 要持守 各样的恶视 要境界不作 各样的恶视 就是 各样 就是能是恶视的外表 也不要 要逃跑这些恶视 不要放任自己犯罪 这些能够遵守的 圣灵就来临到 当圣灵来的时候 当圣灵来临到 当我们心中 当我们充满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罪吸引 可是 是我们失去了神的恩 我们没有被神的话语 蒙恩的话 我们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被罪吸引 神的灵 当他进入我们的心 不仅 神的灵能给我们生命 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神的灵 把耶稣基督复活的 当神的灵 来临我们心中的时候 临我们的模样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作态 我们 不会 劳累 我们能站起来 不会懒惰 圣灵 有力量 能够让我们有得新生命 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得到圣灵 我们能够充满圣灵而活 所以 我们才不会被罪吸引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保存 对于犯罪的害怕 但愿圣灵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免疫力 不让我们犯罪 让我们不会掉入我们的被引诱的陷阱 那第二小点呢 就是有什么样的坏习惯使到我们属灵生病呢 第二小点就是 很容易呢 得病 很容易受感染 现在我们大家都戴口罩 到哪都戴口罩 因为这个病疫呢 是非常容易传染的 那 罪呢也是非常容易感染的 如果我们现在 外在的戴口罩 到哪都戴口罩 那我们属灵也要 有自己的防案 防病的这个措施 那就是祈祷祷告 我们要祈祷 天上的父 但愿你的天使 能够保护我 不要犯罪 在这世上的罪 不会吸引我 可是有些人呢 喜欢走到很容易被感染的犯罪区 我们现在不想这么常去巴厦或者超市菜市场或者超市 就是很多人可能轻易能够感染我们的地区对吗 如同苍蝇呢 去找臭的食物腐烂的食物 如果我们在找不同群的人去跟他们讲闲话呢 跟不同的人被他们吸引去做坏事的话 诗篇一章一到二节 告诉我们什么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恶人的道路 不做慢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我们不要跟这些不敬邪神的人 一起太靠近 不要走得太近 因为他们这些会感染我们 在世上的这些价值观会感染我们 说不做卸慢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属灵跟属肉体的人是两种不一样的 有圣灵的人跟犯罪的人不可能混合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默契 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我希望你是属灵的这帮人 你有感觉到吗 所以我不要问自己 那 是哪一组人呢 更容易能够感染你呢 虽然这两组人 属灵跟属肉体的是不能混合的 可是属肉体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 再好的这帮属灵的人 也容易被吸引到属肉体的这帮人的地方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自我检讨 我现在跟哪一群人常常出去 我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把自己带进入什么样的环境 因为撒旦影响我们 感染我们 是通过这一些属肉体的人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言语吸引我们过去 如果我们待太久 在属灵的状况 这属灵生病的人 属肉体的人 太长久的这个混在一起的话 我们也会感染得病 如果我们家庭有这样的成员 是这样的人 我们要真正的祈祷 通过我们的祈祷 他们要痊愈 但愿我们所有的家庭人员 都能够健康 通过我们的祈祷 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我们能感染他们 用圣灵来感染他们 而不是反效果 被世界的黑暗感染了我们自己 世界呢 世界观 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 是觉得这是愚蠢的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八节 在这个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基督徒 而且可能自己也包括在内 我们是也被感染到 在这世界上的这个趋势 我们有时候也被吸引 想要跟随 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八节呢 他怎么说呢 怎么说哥罗西书 二章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要用他的理学 跟虚空的妄言 不造着基督 乃造人间的传言 跟世上的小学 把你们掳去 所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起同行 我们现在被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模样 所以不要失去 这健康的状况 我们要以感恩的心 我们要感恩的心 不要让世上的人 用了空虚的妄言和理学 把你掳去 为什么这些是 会容易骗着空虚呢 因为在外面看起来是真实的 是有吸引力的一个哲学和理学 可是这不是以神的话语 或神的思念的一条路或理学 而这是以世上的小学的遗传 或人间的遗传 罗马书一章21到23节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做神 荣耀他 也不感恩他 他们的思念 第二十二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 昆虫的样式 连信徒也把神的模样 换成像这些偶像的模样 神的模样呢 就是圣洁 偶像跟禽兽的这个模样 是使得人犯罪堕落的 就是像在启示录的兽 这兽能说话 意思是什么呢 这兽能够欺骗人 用过话语来欺骗人 那这只兽 在世界末时这只兽呢 是用着哲学和理学 来欺骗人 那我们继续读 这是什么 立威记 某章四十四节 我们要让自己圣洁 立威记十一章四十四节 神说你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需要恢复 神的模样在自己的 心中 这样我们才能属灵 真正的健康 那我们要属灵健康呢 我们需要接受到 这个福 就是能恢复神的模样 能够进入 他的圣洁的 那在这个世上呢 圣洁也不常用 圣洁呢 好像是很无聊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 在这个世上 世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那什么是圣洁呢 我祈祷 我祈祷 这两个坏习惯 就是 属灵罪的症状 我们能够避免 所以我们不会被感染 得 属灵的病 第三点 那我们来想想 怎么样能够恢复 属灵的健康 每一个人呢 我们都是有弱点 我们都 非常软弱 我们都非常软弱 很容易呢 我们讲说 非常脆弱 撒旦是很容易攻击吸引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恢复呢 跌倒后怎么恢复 就像我们外在这个生活 我们要解读啊 我们排毒 怎么样从我们的 这个身体跟属灵的身体 属灵的体 排毒 我们要把所有的罪 我们要告白 我们要悔改 我们需要把心中的黑暗 我们要悔改 要排毒排掉 我们要排毒 那谁最会排毒呢 在圣经中最会排毒的 就是大卫 记得大卫的悔改吗 当他来到 当他犯罪的时候 他 他不仅犯罪 他还杀了人 他也撒谎 如果神的恩不存在的话 大卫将会变成比扫罗王更差的 更恶的一个王 但是因为神有恩蒙着大卫王 所以他能够悔改 就是因为 他被引诱 罪 进入了他的心 他悔改的时候 哭 痛哭到 整张床呢 都是湿透了 泪水 这是他真正领悟到 不仅是那一次 与八四八 这个犯奸淫的罪 而是 这罪的这个毒呢 病毒 已经感染他一整身了 他只是不 晓得 不知道 他的行动 犯罪的行动呢 是因为他生出来就有罪 我们来一起阅读 诗篇 五十 一篇 二到十二节 我读二节 求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 禁 禁 禁 并 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 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 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我是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 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内里 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 牛西草 捷进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地我 我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踊跃 求你 颜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 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有真正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他怎么说呢 神啊 除非你洗 你造清洁的心 我不能够洗洁 不能够干净 因为我出事的时候 就有罪孽 这是大卫的告白 自从出事 到那一日 他为所有他心中的罪 悔改 如果 我们不悔改 罪的影响呢 第一是把我们的良心 打麻针 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 雅各书 一章 一章十四十五节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的 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所以我们要悔改 但愿大家都能悔改 那第二小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找解药 我们需要找解药 圣经告诉我们 解药就是神的话 可是药是苦口的 这个医治的药呢 我们必须要吃 我们要逼自己吃 因为吃了药 就会开始 医治你的病 无论 你有怎么样的这个 严重的病 只要你有解药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 这个病疫 Corona这个病疫 为什么我们紧急在找呢 找解药呢 因为这个新冠状肺炎 一找到这个解药 大家都能够 就能够好 那这个解药呢 或者预防针呢 就能够帮我们这个疫苗 能够让我们大家健康 箴言17章22节告诉我们 我们的灵健康 喜悦的灵就是良药 忧伤的灵呢 就是把你的骨头 也弄干 使徒行传三章六节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 杀 乐人 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那我们的医治的解药 就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当我们有了他 被他告 当他触摸我们 当他想到我们 当愿我相信所有的黑暗 所有的病 都会被驱走 耶稣基督 已经告诉 已经做出了这个模样 一个生病了36年的人 被耶稣基督 能够马上的全治 医治 但愿这个奇迹 被痊愈的 完全医治的奇迹 能够在你生活中发生 第三点 就是 关于第三点的第三小点 怎么样能够恢复 属灵健康 就是要保持健康状况 新加坡呢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社会 很多人都在跑步啊 骑脚车啊 他们懂得保养 特别有这些这个叫做高血糖的 或者高血压的 这样的我们必须要保养 我们要运动 我们要努力 每一日都一样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把这些健康的这个 这个状况保养 保持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压制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继续的努力 运动 属灵的运动 我们需要吃好的健康的食物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不良习惯 耶利米书 17章7到8节 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 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种在水旁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并不害怕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因为这棵树是种在吸水旁 所以他这棵树永远都能吸取水分跟营养 一直都是持续的得到水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灵继续得到健康 但愿我们的根能够掌生 找到这个永恒之水 从以西节的圣殿的那水源一直到你这棵树 提摩太前书四章7到9节 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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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前上操练自己 但愿我们能够握着神的话语 一直走到最尽头 如同约书亚跟迦勒 他们的属灵状况是健康的 其他的十个探子 他们的属灵状况不好 而且没有保养 所以请重复这句话 跟着我重复这句话 我的灵魂 我的身体 是珍贵的 我的灵魂和身体 都是宝贵的 我们需要保养 我们需要保养 你需要保守 所以从今天 不仅要让我们能够在身体上健康 而且要保存 你属灵的健康 让我们让我们的灵跟魂 我们要观为更重要 我们需要保养 我们的心中的神的电 如同这新冠状病毒 撒旦就是用同样这样的病毒 在我们的属灵健康上 让我们属灵健康垮了 罪就是这个病毒感染我们 我们第一不要被感染 我们必须有戴上我们属灵的口罩 能够封闭自己 第二 我们需要祈祷 我们的信仰生活要越来越坚强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免疫力更加加强 我们不能够只是跌倒 我有时候会跌倒会犯罪 我们会有忧郁 可是不要保持维持忧郁 而且一直在跌倒的状况 不要放弃你的希望 不要问自己 为什么神的恩没有帮忙我 没有围绕着我 没有帮忙我 而我们要真正的荣往直前 握着神的赐给我们的福 那神的话语将会把你拉站起来 不要只看你之前 我做了这么好的事情 我这么大的奉献 我做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是以前以往历史的这个荣耀 可是现在你的状况是如何 你健康嘛 如果你说我以前是淘马拉松啊 我做这个做那个了 可是现在呢 你可能更老了 你现在更衰弱了 可是神现在属灵上给你更大的智慧 所以你属灵不会软弱 而你更加坚强 你更加有智慧 更加成熟 让我们站起来 无论我们的地位 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名称 无论我们相信基督有多长的时间了 问自己的是 我健康嘛属灵 但愿所有的西安教会的会员跟家庭 跟所有在线跟在场崇拜的 让我们都能够排毒 如同大卫一样的悔改 让我们能够吃尽属灵的药 所以我们能够更加能够健康 能够维持活到最终那一刻 耶稣基督再次再临的时候 我们祈祷我们天上的父 感恩 谢谢你赐我们的生命 你在我们的灵魂跟身体的健康 给我们的健康 求你赐福给我们的灵魂跟身体 还有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任何人是跌倒了 或者任何从信心的道路上离开了 或者在灵性上更加软弱的 求你能够复活他们的心 他们的灵魂跟他们的信心 能够再次加强 所以再次能够站起来 求你能够恢复他们的心灵 求你把他们心中的黑暗 所有的忧郁跟罪恶 还有所有撒旦的这一些诱惑 跟理学都驱走 我希望你父亲 能够做我们的这个医生 求你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医治我们 让我们能健康 大愿我们的灵魂跟身体 都能保存 完美的保存 一直到基督来临 特别在基督来临那一日 谢谢你的恩 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恩祈求 阿们 我们感恩 主长 为神的荣耀主长